然後就沒有東西了 那裡面的話有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新增監看似 馬上就可以看到裡面的相關訊息很清楚 然後最後我們要怎麼樣 把它放到我們這邊來 實際上 就是把這些怎麼樣的全部穿在一起 穿在一起之後再把它放到哪一個呢 放到我們的 哪一列就是I列 因為I這個變數的話會一直累加 他先從2開始 所以現在是2 第2列的 那後面第幾藍呢 我們可以用K藍 因為不然你要算ABC到K的話 好像到11吧 你要打11也可以 那當然用K的話比較好瞭解 那我們就可以把結果放進來 那放過來之後怎麼樣把這些穿在一起 非常簡單 在VPA裡面穿接的方式是A0AND A012 全部 把0到7 串在一起再輸出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跑完NAS 他就跳離 跳離之後的話呢 就到這裡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輸出去 那各位可以看到剛剛的結果 就在這邊出來 這個地方 輸出特別重要 一定是要在NAS跟NAS中間 因為你一欄跑完之後就要輸出一個 一欄跑完就要輸出 最後只有輸出一個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 NAS之後就跑下一列 但是下一列 我們這地方先把它執行完畢 給各位看一下 會有個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 各位注意看一下 比如說 這邊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段 對不對 這一段 所以這邊是一段 沒錯 但是下一個儲存格有沒有斷 沒有斷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這裡有沒有斷 有斷 為什麼呢 因為正列裡面的東西 正列裡面有沒有 我剛剛講嘛 正列 實際上就是記憶體裡面的一個空間 有點像剪貼部嘛 剪貼部實際上也是在記憶體開一個類似變數 你剪貼部裡面的東西 你Ctrl V 下 你如果沒有把 那個 剪貼部裡面的東西清掉的話 那你現在是 你在貼上還是會有東西 所以呢我們要做什麼呢 要把正列裡面的東西清空 如果你沒有清空的話 那一段 即便你下一次沒有一段 可是他 那個變數裡面 還會有東西 所以你要怎麼樣 清空之後 再 再去 再去輸出的話 就不會有錯誤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清空 其實清空非常簡單嘛 你就把 這個變數裡面的東西呢 全部都怎麼樣呢 把它輸入成空字串就好了 好 那空字串 我剛 主要是 這個新增監看似 我想等一下 各位可以玩玩看 這個非常的好用 那這邊的話接下來就說我要怎麼去清空 這個 裡面的資料 清空裡面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就說我這邊有個寫 寫好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清空正列的話 實際上你可以在這邊寫 不過呢 你把程式寫在這裡 有時候 比較 叫